大家好,欢迎收看阿喵噜噜剧,今天给大家噜噜 世上恶意怎么会怎么中 从长长歌星阿喵看到了 什么叫真正的防暴,却还没播 网上一片吐槽热巴古装显老,和无垒没有CP感 这一开播又说热巴被露丝咽呀 扛不起大女主戏,还诋毁她不敬业 落水,气跳牙戏坚决不拍 用动画代替,现在的营销号生成这么难了吗 妙妹一口气看了时机后,可以很负责任的说,长歌星绝对是今年以来 你这最高的一部古装剧,制作方面,导演首先就很给力 特别会用镜头语言讲故事,节奏完全到位 编剧更是没有把观众当成傻子 毕竟是建立在唐朝,政治斗争的背景下 剧中人物智商全员在线,全盟逻辑缜密 台词涉及一针见血,点到极止由意犹未尽,加过天下的情怀利益 完全超出了古偶剧的俗套,这些都是我吹爆的 不仅仅男女主人受丰满立体,越到后面CP感越强 形象更是可圈可点,单纯善良的乐烟公主和冷血杀手好都 姐妹们都给我按头刻啊,李世民和房玄玲,杜如慧 魏征这个互相欣赏,又互相牵制的宫斗小组 也是刻到停不下来,只要接下来的四十集 也能保持现在的水准,这部剧绝对能成为经典之作 好了,本期的阿喵露露剧就到这里了,我们下期见